她的鸽棚里 种鸽产弹量低 除鸽死亡 就每天能从一个棚里边 能捡出二三十只 她的养鸭场里 翻鸭啄毛严重 大小不一 已经持续了 有三个多天了 他们都忽视了 养殖过程中的哪些细节 乡土专家提出了 哪些精细养殖的方法 请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 精养鸽子 细养鸭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 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肉鸽是近年兴起养殖的一种家禽 在我国各地广泛饲养 因为营养价值高 成为很多人追求的养生产品 近年来市场行情不错 因此养殖鸽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很多养殖户从中获得很大效益 但也有一些养殖户 因收益不好难以为绩 最近养殖户刘燕如就打来电话 向我们求助说 他们家的鸽子出现了一些问题 栏目组接到求助后 派出帮小妹前去了解情况 那咱现在鸽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 然后就是产丹率下降 然后还面对这个除鸽的死亡 求助农户刘燕如 求助问题 种鸽产丹率低 除鸽死亡 大小妹您看 目前我们这就是说 你看像这种情况 就是比较可惜的那种 就像这么大的鸽子 再养上五六天 就可以出笼了 就可以卖了 就像这种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什么时候死的呀 肯定是昨天死的 这是软软的呢 有这个也死了 这瘦的 这怎么 这小的也有死的现在 这种的 尤其是这种的比较多 就是它现在已经 就是不分大小了 什么阶段都有死掉的是吗 对 就每天能从 一个棚里边 能捡出二三十只 那像现在这种 损失的情况 一天平均下来 一天要损失多少钱 几千块钱吧 所以说现在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犯了 是吧 六身无主 2020年春节临近 正是乳鸽的旺季 但现在摆在刘燕如面前的问题 还不只是除鸽死亡 方小妹您看一下 看之前啊 之前产丹率比较高的时候 它是一边孵化 就像鸽子这么大的时候 它下一窝的蛋已经生出来了 就是上一窝的 它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生出来下一窝的蛋 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比较 这是相对来说是正常现象 但是呢 你看现在目前为这种状况的话 你看多少空窝 这空窝太多了 你看之前还是挺正常的 四月份五月份 每个月都下蛋 这之后这八个月份下了一次 然后到现在一直也没有了 这个牌子就记得 它每个窝都是哪天下的蛋是吧 对 一般情况下 一对种鸽 平均每月可产一次蛋 基本上都是两枚 但刘燕如家的种鸽 基本上都是两个月左右 才产一次蛋 而且一枚的时候居多 种鸽产蛋少 敷出的除鸽就少 再加上敷出的除鸽出现死亡 直接造成了 刘燕如鸽鸽出蓝量的减少 了解到刘燕如家的情况 邦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 找到了在顺义区 同样养殖肉鸽的专家 孙宏 乡土专家孙宏 北京市西城居人 养殖肉鸽九年 在北京地区拥有鸽舍近百栋 每年可以出栏肉鸽 一百八十万余 孙老师你看这边就基本都是 刘大姐他们家的鸽棚 这个鸽棚是原来的老房子改的吧 对 刘燕如说 新建鸽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当初打算养鸽子的时候 为了节约成本 她就开始四处打听 哪里有老旧厂房 2018年底 终于在顺义区 找到了这么一处地方 一番简单改造后 就变成了如今的鸽舍 刘燕如鸽 你这个鸽子这么一看 养得可够粗犷的 咱看看还有出来旅游的呢 那有鸽子都已经跑出来了 我猜想啊 可能是咱们的饲养人员忘记关笼门了 人家就出来捋捋游 这个赶紧的给它抓回去 方好妹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曾经说过 说您这儿呢 鸽子瘦 小 但是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粮食 却落在了地上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您给它背的这个粮食 不是它喜欢吃的 给它的配比上 一定没有达到我们种鸽的 也就是我们爸爸妈妈的 这对种鸽夫妻的要求 所以你看 浪费了这么多 它就不吃了是吧 对浪费了这么多 如果这对种鸽不爱吃 吃不好 那它肯定没有能量 去喂小鸽子 刚孵化出来的乳鸽 不会吃实 需要种鸽分泌鸽乳 嘴对嘴的四味 鸽乳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物质 一旦种鸽吃不好 营养不良 就无法分泌充足的鸽乳 来喂养除鸽 除鸽 除鸽长期吃不饱 就会变得越来越瘦弱 甚至死亡 听了乡土专家说 自己的饲料配比有问题 刘彦卢赶紧请孙老师看看 他调配的鸽饲料 这个是办好的吗 对 这都是办好的 这个应该是用这个大铲子办过的 但是我们随便抓了一捧粮食起来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粮食不是很均匀 不能保证每一种都在里面 就意味着你把它送到我们的这个鸽舍 放到我们的那个料槽当中 它也不能够全部都在里面 那就会造成鸽子严重的营养不均匀 对吧 对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的颗粒料 我们的颗粒料呢 不够油量 那么冬天呢 非常的寒冷 这个鸽子呢 在保证自己的营养的同时 要有足够的蛋白质 有能量 能够抗寒 那么所以冬天呢 我们的颗粒料呢 应该建议加入一些植物蛋白质 比如说一些大豆油啊 等等这些 这样我们的鸽子吃得好 营养能够达到 它才能给您好好地带小乳鸽 除了饲料配比出了问题 孙老师发现 刘彦如给种鸽的食物里 还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我们少鸽子平常喜欢吃的保健纱 保健纱 鸽子在吃这个玉米 刚亮豌豆的基础上 为了能够让它能够有好的产氮率 添加足够的营养 我们需要给它添保健纱 也就是一些贝壳 食米 微量元素 红铁等等 就是让它 这叫食物 你这就没有 保健纱不仅可以补充鸽子主食中的营养物质 而且对于提高鸽子的消化功能也十分重要 因此没有及时的添加保健纱 也是影响鸽子产氮率的原因之一 除了种鸽的食物营养不足 孙老师很快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看啊 这一对种鸽里面 我们在带着这个小厨鸽 那么这个小厨鸽呢 我不知道你刘大姐能不能看到 它有什么问题 您看看 我觉得能看出来 它好像不太一样大 对 就是有点 就是有的时候 我就给它换换位置 对 但是你光这么换位置 肯定是不够的 你看啊 这一对爸爸妈妈 带了三只小厨鸽 有一只鸽子就显得非常的弱 所以这样的小鸽子 我们就需要给它找到 另外的一窝 为什么您这能产生这样瘦小的鸽子呢 因为我们鸽子的习性 它是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规律 就像您似的 就像您似的 希望这鸽子长得越快 越肥越好 这个种鸽爸爸妈妈也一样 她也喜欢这样的小乳鸽 她就愿意 哎呀你看它长得多好啊 我使劲地喂它 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我们像您看到的这种小的鸽子 吃不上 所以呢我们这个饲养员呢 在这个鸽舍当中在走的时候 就一定要认真的看 看到这样的小厨鸽 相对弱小的厨鸽 我们就要把它换到另一个家庭里去 那么我们在那个家庭里头 可能我们这只弱小的小厨鸽呢 相对的就会相对大一些 或者说和其他的体型差不多 那么这对种鸽夫妻呢 就会去喂养它 而且我们鸽子非常有意思 它呢不需要是自己亲生的 它一定还会好好的喂它 哦就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 不一定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对 就算是到我们家来做客的 我也会好好的去喂它 在我们行业当中呢叫病仔 小贴士 在饲养鸽子的过程中 饲养员要勤观察 首先要观察鸽笼的龙门是否关紧 防止鸽子外出 其次要观察鸽子进食情况 如果落地粮较多 说明给鸽子原粮配比不均匀 最后要观察每一窝厨鸽的生长情况 如果出现鸽头大小不一的状况 就要及时有效地病载 这时刘燕如送来了 刚刚在棚里捡出来的死亡厨鸽 你看看这小的 你看啊 我们这个小个子 首先是浑身的粪便 因为一来呢 就看到了您的整个鸽舍 这都是传统房屋改造过来的 所以我问一句 比如说您现在这个鸽舍里头 有没有任何的供暖设施呢 有 就是普通的涂暖器 然后就是温度也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 找到问题了 对 房屋的供暖 没有达到鸽子所需的理想温度 这只死亡的小厨鸽 没有什么毛 它自己没有很好的 这个怎么说呢 取暖保温的能力 就需要种鸽 那么种鸽总要下来去吃食嘛 可能它不能实时地趴在它身上 所以这一块呢 就很容易着凉 通常鸽舍温度在50度以上时 种鸽可正常产淡 暴肤 补育除鸽 但目前鸽舍内的温度 明显达不到 鸽舍内温度低 不仅会影响除鸽的生长 而且也会影响产淡率 刚刚你去 在给我们拿死亡鸽子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您这所用的这些鸽垫布呢 大大小小薄薄厚厚 也不是很规矩 对 而且材质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在这一块呢 都会造成小鸽子非常容易 感染这种就是细菌 或者说呢 天气冷 朝凉 在孙老师的帮助下 刘彦如终于找到了 小厨鸽的死亡原因 第一点 是她给鸽子四味的原粮不均匀 第二点 是鸽垫布不卫生 保暖性差 第三点 也就是主要的一点 就是鸽舍的温度低 就是您来之前呢 说实话就感觉特别绝望 就是毕竟没有干过 然后也年轻 您这么一指导吧 我就是目标就是明确了 然后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能不能就是说 去咱们厂子里边 实地地考察 学习一下呢 过去有个老话叫 加油万贯 带毛都不算 而且养鸽子呢 虽然简单 经济效益快 但是呢 它也会有一些的 这个难点和一些的问题 所以这块呢 咱们到我那儿 您也学习学习 咱们相互的看看 如何的把这个鸽子养好 欢迎您 行 谢谢孙老师 看我们这几乎 满眼都能看到小鸽子 你看你身后的 都是健康的小鸽鸽 那我们往上看 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供暖系统 哦 上面这个管子是吗 我们是把这个地下水 从地底下打上来 完了呢 再加热 加热完了以后 产生的这个热气 通过这个空气筒 散发到这个鸽舍当中 这个大的管道 孙老师就是说往外送热 对 冬天取暖 夏天是空调 孙老师建议她 在鸽棚中安装空调 你看我这儿 每一窝鸽子都需要 给它配上保健纱杯 保健纱杯 而且呢 要及时定量地添加 如果太多了 反潮了 就要倒掉 所以要及时定量 有效地来添加 那那个保健纱 孙老师 他那个多少时间添一次呢 一般的情况下呢 就是每天饲养员 要去清理水杯 然后呢 给保健纱添沙 哦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喂料鸡 你看 从鸽舍的那头走过来 这料吃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它吃得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均匀 这个料鸡呢 还有一个优点 它能够有效地收集落地粮 你看最底下这一层 用来收集落地粮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粮食 所以它很干净 来我们把料鸡启动 小鸽子开始 都会定时在鸽棚里捡蛋 然后再把鸽蛋送到孵化室 这些鸽蛋会在恒温的车间里 沉睡十几天 直到孵化车间的门 再一次被打开 一开开门 就能感觉非常高的热气 再看看这些是 刚刚孵化出来的小厨哥 你看 一个一个多可爱 这个大概是有几天了 24小时之内 这是每天都有的 对 每天都有的 你看 机器已经在报警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敞开门之后 它的温度降低了 要实时监控您鸽舍内的温度 记录好每一枚鸽蛋的日灵 你什么时候产的蛋 就像我们在这个刘大姐那看到 已经代载的种鸽旁边有两门蛋 那么这枚蛋什么时候产的 它是应该把它及时地拿到这样的地方 这样种鸽才能够配着这个日灵 产生合适的鸽乳 是这样 小鸽子才能吃到 合适日灵的鸽宿乳 所以这里面的玄机非常的多 您要细心地学 好好的学 来我们快把门关上吧 行 好 不然小鸽子会动 太冷了 对 从孙化车间出来后 孙宏说要带刘彦如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对于她来说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这个呢 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大食堂 其实它是我最早的 养鸽鸽舍 这个也是在砖房嘛 对 其实我用它养鸽子的时候呢 也出现过你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保暖差 对 比如说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产弹率 等等采光 这些问题我都遇到过 所以说呢 在这一块的养殖呢 我们慢慢发现 这种设计呢 并不是最优的鸽舍环境 鸽子喜欢住在阳光充足 通风干燥的地方 老旧专房 一般光照不足 而且也不容易保暖 经过几次尝试和研究 孙宏开始用大鹏养鸽 大鹏养鸽光照充足便于管理 更加有利于除鸽的生长 所以这块呢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了我们的餐饮 所以今天呢 中午我也请你们来尝尝我们的全鸽业 走吧 一起去尝尝 行 谢谢孙老师 我是想让他看看这个鸽子养出来之后 我们的消费者是多么喜欢它 那么看到这些呢 我相信刘大姐也能够增强信心 香煎鸽蛋 红烧乳鸽 水煮鸽蛋 乳鸽汤 半个小时的时间 四道菜全部被端上了餐桌 这呢就是咱们在鸽舍里看到那个 大约十八天龄的这个妙龄乳鸽 这块呢恐怕只能在咱们这儿能吃的 那么这个就是摊鸽蛋 鸽蛋做的 这一盘鸽蛋大概需要十几枚 颜色好金黄啊 红烧乳鸽 所以今天咱们就下个手 一上午的参观 刘彦如不仅了解到了鸽子养殖需要注意的温度四味 和环境卫生等一些细节 还品尝到了石藤内的美食 她打算回家后 卖掉一些种鸽作为资金 先安装取暖设施 第三天一早 帮小妹和孙老师再一次来到刘彦如的养殖场 走 我们去解决鸽子的位置 好 来 来 改造鸽舍第一步 添加保健纱 添加保健纱 添加土石的纱杯我们今天就把它挂上 好嘞 大概乘上这个三分之二的位置 里面就有贝壳十米 这个是很好的 能够帮助鸽子消化 而且给它补充微量元素 好 一定要保证每一只鸽子都能吃到保健纱 我也试一下 好嘞 放上差不多三分之二 然后让老师给你看看 这些可以吧 大概 可以 没问题 划在这个位置 划在水碗和料盒中间的位置 这样 改造鸽舍第二步 更换鸽垫布 分离它的这个记录 它应该很快 应该来到了 完了我们看看 你看这个鸽垫布 它正好跟你的那个站窝的大小 也非常的合适 对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鸽垫布 老师拿过来的这个鸽垫布 就是感觉特别平整 对 确实大小也均匀 特别不错 好 垫布垫了 然后这个 而且也够厚实 对 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老师 我们去看看料 行 走 走 改造鸽舍第三步 改善原粮 你看这个是添加了咱们喷洒颗粒料的 有这个植物油添加的 把这样的料呢 就放到我们的这个石草里 好吧 对 好 为了防止它都不均匀的 你要用手给它拌一拌 保证呢 它的这个 营养的程度 比较顺畅 对 都能够吃到 都说鸽子肉根好养 就没有太认真的去在乎这些事情 就觉得有水喝 就是说定期给它清洗一下 就没有问题 就OK了 通过这个孙老师这么一指导 一讲这些专业的知识 真的没想到养鸽子原来是这么这么精心的一份职业 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养鸽子这上面就是说做得尽量的更专业一些 鸽子比之前可显得暖和多了 是啊 孙老师 按照您之前提的建议呢 我们正在逐步逐步完善 现在那个橱鸽的量呢 也都上来了 您看 几乎是没有什么空窝 然后还有那下边 然后现在咱现在这个温度呢 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适于橱鸽生存的一个度数 对 然后还有这个保洁纱杯啊什么 对 都弄上了 弄得还行 鸽蛋也显得多了 对 每窝都有鸽蛋 产量比之前上来不少呢 食料拌的也比以前均匀了 幸亏孙老师知道 你看小鸽子都是粉嘟嘟的 对 感觉特别健康 而且基本每个窝里都有蛋 没有鸽蛋的也都有除鸽 对 经过乡土专家的指导 刘彦如的肉鸽饲养更加清晰了 求助农户冯生辉养殖的番鸽出现琢毛严重 大笑不一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 香土专家又会提出哪些治疗改善的方法 不要走开精彩 稍后继续 番鸽有名香醇雁 舍香鸭 红嘴雁 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在我国 番鸽养殖主要集中在南方 和一般家养鸭子同属不同种 番鸽体型体重 比鸭大比额小 胸部宽阔丰满 不像其他品种的夹鸭 有肥大的臀部 番鸭嘴的肌部和眼圈周围 有红色或黑色 而其他品种的夹鸭 则没有这个特征 另外 番鸭瘦肉率高 有温补的效果 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流市的养殖户冯生辉 养殖的番鸭出现了异常情况 他向栏目组发出了求助 求助农户冯生辉 求助问题 番鸭啄毛 大小不一 有这个鸭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个鸭子现在掉毛掉得很厉害 你看翅膀也掉 然后这个鸭背也掉好多毛 它这个是自己脱落的 还是说什么情况造成 它是鸭子互相啄羽毛 就是要互相伤害 有时候的话 这里甚至就是啄屁股 啄鸭翅膀都会啄伤 它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互相啄羽毛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很困惑现在 那这个情况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大哥 已经持续了 有三个多天了 除了啄毛之外 番鸭大小不一的问题 也困扰着冯生辉 它俩差几天呀 差五天 差五天差这么多啊 对 它两个大的感觉 对呀 四五斤了 这个才不到两斤 不到两斤 对 差点很大 那像这种鸭子 就是一天我们投入 饲料钱啊 这些费用 大概有多少 就这一只的话 按销现在每天都要为 15包料左右 那就是 1500到1800这个幅度 每天的要1000多吧 冯生辉今年32岁 从2019年6月开始 他前前后后 筹集了50余万元资金 建起了番鸭养殖场 前两匹种鸭 因为有养殖大户的专业指导 都顺利地出栏了 每只有大约20元的利润 这让冯生辉信心大增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刚开始独立养殖 现在这批番鸭就遇到了 着毛和大小不一的问题 了解到冯生辉遇到的问题后 帮小妹根据冯生辉提供的地址 寻找到了乡土专家 黄丽萍 乡土专家 黄丽萍 养殖番鸭十年 番鸭养殖规模 二十万只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 黄丽萍和帮小妹 来到了冯生辉家的养殖场 你看这只鸭子 这个地方的毛都被扯掉了 被其他鸭子 把它啄掉那个毛头 其他鸭子的话 它肯定就是有一个啄疲症 就是它缺乏某一种东西 就缺乏微量元素了 所以说 它就会专门喜欢啄 这个其他鸭子的毛头 那它缺什么微量元素 缺那个芯 铁 铜 蒙之类的 这种微量元素 那这个鸭子 如果说要补那个微量元素的话 大概一只鸭子要 喂多少钱 一个鸭子的话 它要喂 大概也要喂几天 它这个好便宜的 这个微量元素 它是十来块钱一包 然后一天的话 大概也就是喂个三 三包到四包吧 三包到四包就是 大哥这个厂子 咱们去的鸭子吧 对对对 差不多了 小天使 翻压微量元素的四位 那么鸭子出现大小不均匀的情况 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有五斤种了 这个 一斤半 一斤半嘛 不能两斤 相当太大了 好夸张哦 这个就是 就是因为绝对的 就是一个营养 就是四位养的过程中 不均匀 还有一个就是 它可能之前得了病了 得了病了之后 它就生长特别缓慢 那如果说像它一直这么小 我应该怎么解决 你应该是把它们小的单独 就找一块地方把它圈起来 就是小的和小的 待在一块 大的就不跟它们在一起 要不然大的太强了 它老是把它们的东西都抢了吃了 它根本的挤不进去 就小的永远就是小的 大的永远它就是强 它就能抢的吃 小的都抢不到吃了 这样子才能够把小的照顾得好 其实小的你单独把它喂好了 增加多点能量啊 维生素之类的饲料给它 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也会恢复成正常的鸭子 除了翻牙啄毛和大小不一的问题 在冯生辉的养殖场 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状况的鸭子 这边是什么情况啊 这鸭子 它这里的话 有一些摇头的 有些是趴着不动的 还有一些是 一直是张开嘴巴的 所以说这些情况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不断地死亡 不管是什么情况 发现有不对的鸭子呢 是必须要隔离开来的 你看那只鸭子的腿 都伸出来了 是是是 它这些鸭子是 对 你看这个鸭子 是什么情况 它现在这个鸭子的话 是老是张嘴呼吸 然后腿呢 都已经残肺掉了 瘫掉了 然后它是那个摇头晃脑袋的 它就是这种摇头晃脑袋的 像这种情况呢 对 你看 根本没劲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角膜炎的症状 还有内肢也是角膜炎的症状 姜膜炎是造成养鸭液 重大经济损失的主要疾病之一 预除式鸭群密度过大 空气不流通 地面潮湿 卫生条件不好 饲料中蛋白质水平过低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乏 以及其他应激因素等 均可促使该病的发生 那么冯生辉养殖上的鸭子 为什么会出现 姜膜炎着脾症 大小不一的状况呢 黄老师推测出几种 可能的原因 首先它的压苗来源 就有可能就是在之前 它的压苗就不是很健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疫苗接种 不知道接种的情况怎么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预除的过程中 它的保育室不是很规范吗 然后有可能就是温度 忽乎上忽下的 让它就是在过程之中呢 就有点容易受凉 它受凉体质弱了 它就什么病都容易感染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在放下地的那一环呢 也是由于管理不当 所以说有几个环节 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原因的 在进一步观察了 冯生辉的浴厨室后 乡土专家终于找到了根本原因 这个浴厨室 黄老师你看 基本全都是用塑料布搭的 这太简易了吧 是 主要是你用这个薄膜 就挂在那里的话呢 就是保温首先是不够的 保温是吧 对 保温肯定就是不好了 还有通风也不行 因为通风的话 你为了让它通风 你要整个牵起来 对 是吧 平时就是全这一片 全部牵起来 它牵起来 那温度肯定就不太够 温度肯定就不太够 那你要保温 要做得到位的话 那你透风又不行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浴厨效果 不是很影响 那所以说就 上次你就说从小鸭子开始 就是问题不断嘛 一冷一热啊 或者就是各方面的原因 然后导致外面那个鸭子 可能出现问题也多 就出现刚才说的 这个什么浆膜盐呢 什么的是吧 对 大小也不均匀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吧 好吧 那个要最好把薄膜 我们能换成那个隔热板 就是那种泡沫板 泡沫板 加泡沫板 再加上那个保温 保温取暖的设施 对 然后再加上抽风的 可能两万多块钱差不多了 两万多 对对 就这些都是必须的 是 必须要准备的 必须 这个有点小贵 这个价格 是有点小贵啊 结束不了是吧大哥 那由我考虑一下 好 就是它这种简易的 肯定是不行 帮扶第一天结束了 虽然冯生辉 对于改造育厨师 还在犹豫 但是在管理方面 他发现自己 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希望明天 到黄丽萍的养殖场看看 黄丽萍一共有四个养殖基地 共有二十多万只班鸭 和农户合作养殖 达五十万只以上 黄大哥 你看黄老师这边的鸭子怎么样 它这个鸭子养得可好了 是吧 你看那个 你看那头 它这个鸭 这个光特别红 然后毛色特别好 我们过来看看吧 哇 好多蛋了 哦 是 这里饲养了一批 和冯生辉家里 生长周期差不多的鸭子 但完全没有啄毛 和大小不一的情况出现 孙威 你看一下 这个鸭子是四十五天的 这个鸭子四十五天呢 它你发现了 有什么不一样 就跟大哥那边 有什么不一样 出这个新羽毛了 对 长新羽毛了 然后你看它的绒毛 它的绒毛还在这 是吧 这个地方 对 但是呢 它就没有掉光 你发现没有 它哪怕是 它没有长出 这些新羽毛之前 它的绒毛还是在 它这个推换的过程呢 就是说 新毛在长 绒毛慢慢掉 它这个绒毛 作用很大的 是吧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啊 它就不容易感冒 如果那个 你搞它换毛 羽毛全掉光了 就是光碌碌的话 背上全光了 这个毛又没长出来 它就很容易感冒了 行 那我们把它放下吧 先 好好好 因为它有点害怕了 社会 记着晚上一定 就是像这种天气呀 日夜文差大的 一定要把它赶进棚里面去 就这边是吧 对 对 就往棚子里面赶嘛 是吧 针对冯生辉的浴厨室 有待改造的问题 乡土专家黄丽萍 带他来到了 自己的翻压浴厨室 这里总共大概有 三千五百只鸭子左右 然后呢 你看 目前这个鸭子呢 你看 萝卜乱跳的 对 它的 就是它的健康程度啊 各方面呢 你就观察灵活度 还是很高的 感觉状态都不错 对对对 状态都不错 呦 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它的一个灵敏度 就是说 它就是说 整体的一个灵敏度 反应度 哇 这也太整齐了 您看 这个温度计的话 目前就是现在 我们这个浴厨室的 一个干湿度 里面的温度 你看 刚刚是26 27度 小贴士 浴厨室的温湿度要求 浴厨室的温度 前三天 应保持在32摄氏度左右 以后每天降一摄氏度 至室温 湿度应在60%左右 如果一般正常情况下 我们南方天气的话 温度都是相对比较高 如果正常情况下的话呢 就 如果日夜温差大 白天温度高 就不用开那个取暖灯 如果温度不够晚上呢 就开取暖灯 如果取暖灯呢 那个温度还是上不来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 这有一个 我们就 对对对 我们就增加这个 取暖灯 对 增温器 增温器 然后让它 一个不够就加两个 把温度 整个室内的温度给拉上来 这样冬天的话 它就很比较干到 湿度比较低 对 湿度低 倒是有影响 湿度低的话呢 太干的话 它就会让它的鼻子黏膜 很干 太干燥了嘛 也会引起它的 呼吸道 容易 就是 呼吸道就冲血啊 容易的呼吸道疾病啊 这个湿度低 你怎么补水呢 怎么增湿呢 搬的话 我就会采取一个加湿器 哦 加湿器 对 哦 我还说呢 冯大哥 这进来看见地上 好景色的加湿器 通过这个加湿器的话 它就是雾化 把空气里面的湿度 增加 增加 对 然后就达到一个加湿的目的 当然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建议大家都装空调吧 这个要慢慢来 等我养牙子装到钱了 贵一点 不怕 好吧 今天有一批鸭子即将上市 走了走了 冯生辉也想看看 最近鸭子的市场行情 到底怎么样 要把它赶过去 赶过去 好了好了 可以过去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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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直 这个拉直 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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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哎 对 就是把它拉直 然后直接 它挺怕那个颜色的 它怕颜色的 我们不要这个了 直接这样把它拉了 抖动它 对 哎 哎 它说 拉一个白骨 我回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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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养我养鸭了 时间不长了 嗯 这个鸭子 一上去就是钱了 嗯 这个不股 他不会 哈哈 哈哈 黄老师 这次的 大概也卖多少钱了 就是两千多 两千多啊 对 哦 那像这个炒骨 这个大概有多少钱 也就是两千多 一次要全部出完 就是哦 全自卖掉 对对对 它都是整批进 整批出的 嗯 嗯 嗯 干住了 不行 不行 哈哈 黄老师啊 现在这个鸭子 卖多少钱 一斤啊 现在是 十一块五左右 一只鸭子 有六十多块钱啊 差不多 六十块钱 五十多 六十块钱 要是你那里 四千多鸭子 全部基本养成这种 这种样品的话 那就 就挣钱了 哎妈 这是钱来的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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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大一筐是吗 五筐 可以了 四筐 它都是四筐一筐 可以 读素可以的 180斤 哦 180 哦 180 这四筐 大概有多少只啊 嗯 一二三四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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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你从哪里来啊 呃 是广东 广东啊 嗯 那那您多少天 大概会来一次 一般都是两天 有时三天 哦 来得比较勤勤啊 对 那是市场量 需求那么大 我就拿多一点 哦 没有好的话就三天 嗯 好嘛就两天拿一车 哦这样 嗯 那我也养鸭子 你也养了吗 我听说王老师 这个鸭子 呃 里面这边收了特别多 下次也过来 都也不算多 嗯 都也不算很多 你养好点呢 下次我让杨老板 你也帮你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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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推荐 好嘞 好嘞 嗯 好好养着 幼稚也很好 找到王老师就 找不去养了 就没有 技术解决了 都是 消磨解决了 学习了技术 找到了消磨 冯生辉 再次燃起了痘痣 帮扶第三天 乡土专家和帮小妹 再一次来到了 冯生辉的养殖场 针对冯生辉养殖场 翻压出现的问题 逐一进行治疗和改善 微量元素是和维生素 是主要呢 就是治疗那个佐语的 黄丽萍在饲料中 加入了心 铁 蒙 铁 铜等微量元素 和氮氨酸 奈氨酸 那就是这一袋 大概要获多少饲料 这一包就获了两袋 两袋饲料 对对对 太棒了 太棒了 蜕变有一个过程 就是六七天以后 你会看见它 新长出那个毛童 毛童会长出小毛来嘛 那它长出来毛了之后 就是互相还会去捉吗 不会不会 会捉是吧 对 慢慢的它就不会捉了 因为料理已经给它 补充了这个营养 补充了它要的那个 营养和微量元素 还有维生素之类的东西 给它了 黄丽萍建议 在体型偏小的鸭子饲料中 增加高蛋白营养 极为生素 一包是一公斤 一千克 配两袋饲料 一百六十斤 下次你就按这个比例放就可以了 一般都要几天 五天吧 几天是吧 对 我喂一下 好 那你喂一下 小鸭子听见这个声音就过来了 对啊 你看 它原来太小了 它和大的都挤不过来 它挤不进去嘛 其实它也是很饿的 它只是抢不过那些大的 现在你看 它就已经有位置给它单独分开了 它小和小的 它就有机会能吃到东西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对它后期的话 它营养就跟上了嘛 现在我们不是给它加了那个高能量蛋白的一些营养品嘛 还有一些维生素嘛 它是在喂了就是五六天的话 它很快就慢慢后期它跟上营养了 它也会变大的 黄米瓶采取了将青大霉素加盐酸环柄杀腥搅拌进饲料的方法 它一包是500克 500克的话呢 就也是拌160斤饲料 这个鸭子吃了这个饲料以后 还会继续出现这个胶膜炎死亡的问题啊 它不会有出现死亡啊 你就放心吧 因为为什么呢 我在里面都添加有了一些 它这种最敏感的 对这个病最敏感的一个药物下去 所以说吃了之后 它马上症状就会控制住了 所以死亡也不会有 这个你就放心吧 黄丽萍认为 饲养场地内鸭子密度过大 也是造成翻鸭卓雨的原因之一 建议冯生辉更换新的饲养场地 来 小妹过来 不用不用擀了 她自己会过来了 鸭子有点惰性的 擀是很难擀 但是它肚子饿了 它听到声音 如果有饲料了的话 它有个惯性 它就会拼命地就冲 你看前面已经跑起来了 对啊对啊对啊 只要一边引一边擀 这个鸭子才能擀得动 洪大哥这块这么大的场地 大概养多少只鸭子是合适的 这块场地的话 它只能放可能500到1000 它要分成几次来 这个是第一批 它到时候还要分第二批第三批 再给它们把原来的那个地方 全部给它换一下位置 这样子的后期 它生长起来就会很快了 它弊度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放宽了 它玩的空间也大了 之后呢 它肯定身体也舒服了 环境也好了 上面还有树荫 这样子的话就很适合 它平时那种生长了 小贴是翻压饲养场地的选择 一 翻压适合在生态林下养殖 选择有活度的树林 这样不容易积水 二 树木可以为翻压遮阴挡雨 三 场地附近最好有干净的流动水源 四 压渠密度不宜太大 通常一亩地饲养100只翻压 房生辉的新浴厨师 也找到了理想的地方 你看一下能不能感受一下 能不能做压舍 可以呀 不错呀 是吧 是啊 那个隔热也做有 还有一个那个抽风机 对对对 关心有没有排水呀 排水怎么样 这里就在这里 这里是吧 哦 不错不错 这个还有一个排水通告 你就把原来的不能用的利用上 充分利用又可以节省成本 目前的话缺的话就是一个网床 加一个网床上去 加上网床之后呢 然后再在上面加那个饮水器啊 饮水器 对对 自动饮水器 还有那个味料的 味料槽啊什么的 加上去的话 就可以了 就那么简单 五六千块钱差不多了 可以吧 哦 这个价钱能接受吗 那可以 可以 这个排斥啊 降温啊 都挺不错的 空气也很好 对对对 空气对流啊 都会很好 所以说它这个设备 都有的话 确实不错 把那个猪蓝 改造成一个 培育出来的鸭苗 成活率非常高 也非常健康 大家看 现在这个鸭子的羽毛 已经长得非常漂亮了 已经没有掉羽毛的情况了 哇 很松猛 这个鸭子啊 很松猛 还有这个罐头 这个鸭子的罐头也是非常的红 还有这个体重 重量也是非常标准 所以说经过华老师的帮助 他的指导 鸭子也是得到了 很好的一个改善 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求助农户 虽然饲养的情类品种不同 但都因为不注重饲养中的细节 而遭受损失 在养殖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养殖户更加重视科学技术 秉持着更加认真细致的态度 精心饲养 细致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